字幕武哲宗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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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怎么全是蓝色的哈 以蓝色基调为主 对吧 你看连这灯都是蓝的 嗯 你这个房间 哎呀 全是蓝的啊 嗯 就这水壶也是蓝的 是 蓝色对你来说是幸运色是吧 是 我现在不也是穿的蓝衣服吗 我很配合你这个景 你知道吗 这个房间的景 你穿的衣服颜色不错 但是适合不适合你不知道 你需要让老师给出 你什么老师啊 易经风水的老师 他会给出适合你颜色的 你是研究易经的是吗 对 真好 这是平房对吧 对 平房 这个二环内 对 二环内 租的还是买的 住的朋友的房子 嗯 就是给我很优惠 你去买点菜去吧 好啊 走吧 来这边吗 啊 就这个超市 还有吗 我还以为去找 去去买点虾皮 走 走 拿个篮子吗 不用拿篮子 这边 这边 往前走 往左转 左这边 再往右转 看着下面 往前走 看看看到了吗 虾皮 虾皮这边 对对对 看里边的超市都好 对啊 然后还要韭菜 韭菜 走 韭菜在啥 韭菜在这 在那 到里边去 到里边 里边里边里边 哪儿是韭菜啊 下面那儿 那儿那儿那儿 看见了 看见了 看见了吗 这么多行吗 得够咱俩吃啊 看见了 拿新鲜的啊 哪个是新鲜的 看它绿的 这么多行吗 再来点吧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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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还要什么呀 虾皮 香菇 香菇有吗 香菇在外面 拿几个呀 拿四个就行了 没事 香菇的味道要比 要比口膜好吃 嗯 太多了 行 5块8 5块8是吧 嗯 今天是在家包饺子 哦 在家包饺子 够快行了 啊 这虾皮 还有虾皮 这是什么面粉 这是普通面粉 割了一个鸡蛋 生鸡蛋 对 要筋点放一点盐 然后放水 其实我们 我不知道别的地方 反正我们 这北方这边 就讲究和面 和到最后是三光 是吧 面光盆光手光 哈哈哈哈 我是三不光 哎 你这怎么还写密码 WiFi密码 是的 因为家里客人比较多 摘韭菜 对 韭菜已经快摘完了 嗯 不知不觉便聊天 韭菜就摘完了 嗯 嗯 其实这个活还是挺累的 刚才摘了起 可因为我不怎么干活 不会摘 嗯 在家就是享福 是吧 也做饭 哈哈哈哈 做的比较少 哈哈哈 你这是做什么呢 在切香菇 嗯 有香菇 你看今天咱们煲的馅里有香菇 虾皮韭菜 嗯 香菇和虾皮就是调鲜的 虾皮 嗯 对好 调鲜的 我们做素馅饺子了 都是非常非常注意营养 这是做什么步骤 鲜的 看鸡蛋 嗯 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 把面揉 揉光滑 对 现在要开始弄劲 现在要开始弄劲 挤一下 挤成圆形 这样好擀 皮要擀到边上薄中间厚 这样好包 皮不会破 我搁点 下方的少啊 来搁点 好了 会帮帮你 当然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帮来不错呀 帮来不错呀 挺漂亮啊 和你那一样美丽 看你 看你是不是 包饺子高手特别多 是 有的人同时擀十几个皮 非常快 我包饺子不好看 但是我们好吃 就行了 嗯 想问你一个问题 小文 你问不到 你有没有想过找一个 你喜欢的啊 而且喜欢你的 你们俩一起走下去 当然想了 但是 其实现在就是说 我现在已经是食草足了 你听说过这个词吗 你解释一下好吧 就是日本还有这么一个词吧 我不太清楚 我在网上查的就是挺符合我的自己的特性的 就是说我在家里待惯了 然后基本上就跟父母生活的惯了以后吧 就是很多时候做事情都不是很主动 你明白吧 就是包括找朋友啊什么的 都不会特别的特别的具有攻击性 特别以防守为主的这种人 由于这种被动的这种心态吧 错过了很多人生当中的精彩 那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怎么抓住呢 那我就出来住呗跟你一样呗 对吧 那你有没有考虑以后 你的理想和目标 或者你现在有没有就这么独身下去呢 这东西不能强求吧 但是说我们家人给的我压力也挺大 但是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说你要跟一个女人接的话 你没有这方面的兴趣 终将你是不会幸福的 对吧 即使你可能能蒙混过关 对吧 但是你带来的危害远大于你 你所得到的一切 对不对 非常有道理 所以但是我当时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那我们老了以后该怎么办 咱们老了可以 大家在一起 大家在一起 几个好朋友在一起 这也是一个方法 非常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对 因为我身边的人并不都是结了婚的 对吧 总有那个单着的 有像我一样思想的人 那我希望我能够跟他成为很好的朋友 一辈子的朋友 煮饺子了 对 煮饺子了 煮饺子了 看看有什么技巧 韭菜鸡蛋像饺子 这个 煮饺子的时候呢 煮开了以后 不点水 不点水 对 一点水呢 这饺子就不好吃了 不点水呢 开了以后 开锅以后呢 把它火啊 碾到中火 到小火 因为这个燃气灶 它的火比较旺 就可以点到小火 像素的呢 开了以后 再煮过两分钟 就可以了 肉的呢 就是 再煮几分钟 哎 你说住平房有什么好的 住平房出来进去方便啊 能接地气 对接地气 啊 地气对人的影响很大 你想想他们长期住地下室了 嗯 就是这个地下地下这个二层一层的 对他们都不好 嗯 熟的啊 哎 你家那猫怎么在呢 猫已经半年不回来了 看这脚的好看吗 结婚见到猫 有可能是 哈哈 好好 成熟的吧 哎你说这饺子挺好的 你看 哎你说现在你不是说有人 现在还有住地下室 现在地下室北京应该已经堵绝了 没有了 对了安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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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好吃 好吃吧 嗯 好吃就常吃 嗯 嗯 北京啊 原来好多人就是住在那个地下室 因为刚来北京他们没有金钱没有财富 就住在那种全地下有的就没有窗户 不爱住过那种地方 就条件比较艰苦特别潮 但是东暖下凉 所以那一段时间就我记得特别清楚啊 嗯 我就是住在地下室因为离我们单位比较近了 嗯 租金特别便宜 两三百块钱 嗯 然后我把那鞋放在了那个床底下 嗯 过了两天 鞋上全是毛 就长毛了 嗯 没冲 嗯 然后我全给扔了 好 后来我说这钱咱不能上 哎呦你看这胡同多好啊 好 这是二环内 是的 是吧 你们这儿现在这个房子要卖的话 多少钱 得好几千万吧 对吧 应该是 看这环境多好 然后这车 我告诉你我要开车我都进不来 哎 这儿太窄了 再擦电机 拜拜 欢迎你 首先我先在这里感谢一下 全世界很多的朋友能够看到这个视频 特别感谢那些还有从国内翻墙出来看这个视频的 我觉得他们都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首先先谢谢大家吧 然后呢今天有一些问题我想在这里解答一下 换一个角度 有一个朋友说 说那个你拍的这些视频里面的人物都出柜了没有 其实这个出柜可能分两种情况 一个是对家人 还是对周围的朋友 他们基本上是对周围的朋友都出柜了的 但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对家人还没有完全出柜 但是呢我觉得到这个岁数 因为我接触的人主要是以中年人为主吧 他们到这个岁数了没有结婚的话 基本上已经心知肚明 心照不宣了 所以没有什么还有顾虑的 可能看我这个视频的有一些朋友还年轻 有的还在读大学 是吧 这样的朋友呢 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向社会去出柜的 因为可能随着你年龄的增长 你逐渐的认识到 意识到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有什么样的取向 那个时候也不晚吧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先在国内的这种情况下呢 先隐藏一下自己 可能对你今后的发展会有一定的好处 我认识的很多人可能都是压力比较大 活得非常压抑 有很多是得抑郁症的 或者是焦虑症的 他们能够走出来 能够释放自己内心的压力 是非常不容易的 只有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边聚会的时候 或者是在公园啊 或者是跟好友闺蜜诉说的时候 他可能才能够真正的把心打开 所以我做了这个视频 让大家了解一个真实的自我 还有一个朋友问我 就说外国人能不能在北京二环到三环买房子 我还特地给查了一下 好像是可以的 但是有一些条件需要你工作和生活 在北京一年以上提供这个可能需要提供一些社保证明 如果你达到了这个条件的话 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二环到三环的房子 基本上都是很老旧的一些房屋了 已经几十年二三十年的三四十年的 或者是那种塔楼 所以我还是建议这个朋友可以多选择一下郊区的 因为现在的有钱人富人区 他都是在郊区北京的五环外啊 五环边上啊 或者是一些偏远一点的地方 可能如果你要是在北京有了车的话 那其实也没有必要往二环三环内跑 对吧 现在观念跟以前不一样了 现在观念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